Hello各位P5卓仔,又是我余Sir 今次余Sir就和各位卓仔 開始講一個很麻煩的Grammar Focus 為什麼余Sir會說麻煩呢? 因為這關乎你三年級的時候學到多少 甚至是你三年級的時候又多熟 有卓仔聽到三年級的時候 樣子應該會變成這樣 很開心,對嗎? 三年級學過的東西 但是先不要這麼快開心 因為你要記住 你三年級學的時候 你只掛著背 甚至一路以來 你也不會刻意跟你說 其實這些是我們做什麼的 余Sir說什麼課題呢? 其實正正就是 Fracial Verbs 什麼叫做Fracial Verbs? Fracial Verbs 簡單一點就這樣說 就是一個動詞 再加一個Proposition 而Proposition 就是什麼來的呢? 包括 In On And From 這些字眼 OK? Fracial Verbs 為什麼會有這個名字呢? 因為Phrase 這個英文字 Phrase 其實 就是解釋 兩句話 兩個字 以上 一起 一起 之後 它會有動詞的用法 OK? 簡單講一句 Fracial Verbs 也是動詞 但是五年級的陀生 一定要很小心 就是它 Proposition 的用法 因為一旦用錯了 Proposition 它整個字典的意思 都會有不同的 我可以說你們平時最常用的字 平時我們說照顧的時候 第一時間你會想到什麼字呢? 很多陀生會想到 一定是Look After 而是你行不到話 對嗎? 每個人都很開心 但是問題來了 Look After 我們知道是照顧 看著英文是什麼? Look At 如果我叫你去調查 調查 應該是Look Into 如果我叫你去尋找 英文就變成Look For 如果我變成你仰望一個人 就是Look Up To Someone 你狗眼看人低的話 Look Down On 看到嗎? 每一個Proposition不同 就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幫助記住 Different Propositions means Different meanings 在意思上都有一定的分別 OK? 這裏的Table 是一個 最主要同學要認識的Table OK? 剛才剛才說了 Look After的話 我們一時間就會想到 照顧 除了Look After之後 就是Take Care Of 好了 這裏你幾多語說可以寫給你 其實不同的配搭 都有不同的意思 好了 但有些事我想你幫我記住 好像Afraid這個字 Afraid 其實不是一個動詞 Afraid 是一個形容詞 那形容詞 為何會配搭的呢? 你是對於這件事 你是對於這個人 對於這件事 而感到害怕 同樣道理 因為用of 很多時候都是對著人 或者是 是 多 好了 那形容詞呢 遇上隔壁的招數 Afraid 大家都知道 是害怕 那我想問一下 像是同樣的意思 Frightened 那會配什麼? 是否配... No 都是配off 那Terrified 呢? 都是害怕 都是配什麼? 都是配off 簡單說一句 形容詞 基本上全部用的propositions 都一樣 但動詞 後面可以配的propositions 一變 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知道嗎? to的話 方元上記住 我們用的時候 最主要是說 我們對人的態度 所以你會看到前面很多時候 都是形容詞來的 甚至friendly 這個字也算 對嗎? friendly的字也算是配to 好嗎? with的話 你記得一定要有兩個人 或以上 因為你是同人 有這樣的交涉 你同人有這樣的交流 例如說 I fight 我不會fight at someone 我不會對著牆壁 對著空氣打人 我一定是同人去玩 同人去吵架 同人談戀 甚至同人相處 get on with someone 或get on well with someone OK? 好了 同樣地 share with discuss with agree or disagree 都一定要有多一個對象 甚至多一件事 才會用得 知道嗎? 簡單說一句 幫助是記住 about 通常是關於 關於一件事 for 是為了誰去做 給誰去做 with 後面通常會配一個人 at 是對於他 to 都是會配動作為主 OK? 記住 你要看回它本身的字面意思 還有記住 每一次做的時候 想清楚這個proposition 會不會影響 那個meaning of the usage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point 這裡始終它全部都是動詞 剛剛知道 因為它全部都是動詞的要顧 你記住它們全部都可以轉tense OK? 余Sir呢 我可以跟你說 留一留意 這裏 Example 6 這題 你一記得到talking的時候 你會很衝動的 經常寫 talking with 或talking to 對不對? 但你記住 你要連後面的muse 都要留意 He is the best teacher in the world 他是最好的老師 最佳的老師 那你不會說talking to Mr. Fish 你應該是想說這個人 所以就用talking about about OK? 所以你們要記住 要看回我的proposition 它背後會帶有什麼意思 否則你一做的時候 就完全錯漏白出 這次的片段 亦會加多一個概念 就是relative pronouns relative pronouns 我們其實用它的時候 最主要是做什麼呢? 最主要是用來去描述一個人 或者一件事 OK? 那用它是怎樣用的呢? 最簡單的做法 幫助記住 我們會加一個who字 下去 who 那麼怪? 但基本上其實不難的 我們一起看這句句子 Mr. Fish is the teacher who is talking OK? 你看得到這句句子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句其實是額外加進去的 其實我只不過在後面的名字後面 是B 再加個who 再加行為 其實它的格式就是who 跟著後面就是b 再加動詞 加ing 當然了 你將來去學的時候 還有其他的用法 或者其他下法 但最主要你幫助記住 你現在這一刻 如果在p5學的話 我們用它的時候 純粹 只不過是明述那個人 正在做的行為 而我們用這個概念的時候 幫助記住 如果是photo 或者picture 會用得較多 只要它跟你說 If you are looking at a photo 或是photograph 或者picture 很多時候 都要你去學習這個 OK? 沒有問題的話 這次的片段 跟你講解 Grammar的部分 就可以了 麻煩你好好溫熟 Frasil verbs的不同配搭 這個表一定要溫熟 這個部分也要記住 一定要小心陷阱 一定要盡力能力避開所有問題 Tense 不同的配搭 不同的意思 知道嗎? OK 今天完整的片段 就到此為止 拜拜